明天就是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日子 尽管里约有着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经验和能力 然而眼下的巴西与2009年刚获得2016年 奥运会举办全时的新兴向荣形成强烈反差 而安保问题成为眼下的重中之重 特别是近一年来 巴西和里约热内卢却陷入了多重危机 政局动荡 经济萧条 预算削减 债卡病毒肆虐 社会治安堪忧 水污染等问题此起彼伏 而近期里约警察应被欠薪而抗议示威等问题的浮现 让很多人对里约的安保甚为忧虑 本届奥运会预计将会有50万左右的游客来到里约 也有少数来到里约观看奥运会赛事的游客 对安保表示有信心 为确保里约奥运会的安全 巴西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安保联动计划 巴西国防部从6月底开始 在车站 商场 酒吧 旅馆等游客集中的地方 发放大量宣传册并树立提示牌 指导国民和游客辨别可疑人物 车辆和行为 来自军队和警察的总共8.8万人将协同作战 这一总数要比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安保人数多出一倍 奥运期间 安全人员将增设检查站 强化对比赛场地和交通的控制 对于各代表团 从入境起就有安保人员随行 河枪实弹的军警在里约随处可见 本届里约奥运会的安保人员面临的不仅仅是街头暴动 黑帮犯罪 更多的还有恐怖主义威胁 奥运火炬昨天到达里约热内卢 遇到愤怒的示威者抗议 在火炬传递途中 经过里约贫困郊区 有示威者投掷石块 试图阻止火炬传递进行 警察被迫使用防暴线弹枪以及催泪弹驱散抗议奥运的人群 有当地媒体披露 至少三人被防暴线弹枪的橡皮子弹打伤 其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愤怒的示威人士认为 巴西政府这次为奥运投资了1200亿美元 而巴西现在正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在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体育盛会的阴影下 巴西缺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问题困扰着里约奥运 包括通过文字传播的债卡病毒爆发 大规模政治腐败丑闻 巴西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萧条 以及总统罗赛夫被弹劾 截至昨天 黎月奥运会 还有100多万张门票尚未售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